红肉里农巡视着自己的果园 看到这么多的裂果很难笑得出来 虽然是裂果但口感甜 仍然还有其产业价值 而为了解决目前的危机 这一回打算要和社区协会合作 要将自己的果园推成光光农园 除了要将果园纳为社区旅游动线之一之外 社区协会也开始积极建设部落的 多功能农特产制品加工厂 未来可以将卖相不好的果实 像是甜饰 梅子或者是红肉里 都可以制作成果酱 酒类或者是蜜饯等等 除了可以拉长保鲜期 也可让农产品的价值提高 社区理事长表示 建设一间加工厂要近五百万元的庞大金费 目前除了积极向政府申请补助之外 也将主动的对外寻求资源与协助 记者 巴陆玛耀 苗栗滩采访报道